在野外露营到底有多危险 只见女孩还没回过神案 就被恐怖屠夫用钩子刺穿脑袋 血腥的场景让我感到头皮发麻 强烈警告暑期去野外露营的朋友 千万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比如这条挂在树上的黄金项链 当项链被别人拿走之后 瞬间惊醒埋藏地下千年的恶灵 恶灵生前是一名屠夫 项链是他母亲留下唯一的遗物 他现在不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要承建那些贪婪的同学 很快他发现森林中火光冲天 原来是一群野外露营的靓男俊女 此时屠夫并没有着急动手 当有驮捞头到墓旁欧尿时 屠夫立马急急脚走过去 直接拿起毒门暗器勒住捞头伯 瞬间就将他送往了西北 随后屠夫找到一副面具 还有一把玄铁打造而成的斧头 接下来恐怖杀戮正式开始 很快便看到河对面有两条靓女 而靓女嗨妹直接跳进河里洗澡 此时屠夫也慢慢走进河里 不久后便消失在湖面 谁要等闺蜜嗨妹前脚刚刚离开 翠花直接被屠夫拽入了水 等他再次浮出水面已经失去呼吸 事后屠夫若无其事走上岸 看到嗨妹正在做广播体操 踩到树枝发出清脆的一响 嗨妹还以为是闺蜜闪现过来 于是好嗨兴奋回过了 看到恐怖屠夫瞬间惊恐不如 吓得他失声尖叫连连后退 没想到身后却是万米悬崖 还没等嗨妹回过神来 就被屠夫直接利用铁钩刺穿脑袋 非常残忍被送往西部 事后屠夫继续寻找猎物 半路上意外捡到一串钥匙 只见他坐在一棵百年老树旁 非常好奇研究上面红色小汽车 就在这时强者回来找钥匙 却意外发现一把带血的斧头 顿感大势不妙地他急忙离去 听到动静的屠夫悄悄跟了上来 很顺手拿起一根打走棒 卡在汽车方向盘上 喇叭遭到按压响的不停 等屠夫再次闪现回来时 正好看到黄毛正在查看情况 屠夫捡起斧头正准备发起攻击 幸好同伴雕毛赶过来支援 对着屠夫毫不犹豫开了一枪 然后吃力扶起黄毛急速离去 就在这时屠夫突然坐了起来 很顺手扔出了手中的斧头 直接命中雕毛性感后背 而强哥也是难逃一劫 只见屠夫抱起一块五百斤的巨石 毫不犹豫将强哥脑袋砸成肉鱼 就在屠夫寻找项链之时 突然闪现回来另外两名同学 屠夫见此立马捡起地上的武器 慢慢朝着他们两人方向逼近 正好看到自己被偷走的项链 愤怒的屠夫紧握手中斧头 就在他准备丢出去时 海老迅速启动三轮车击速离去 而屠夫并没打算放过他 很快就找到小情侣的位置 眼看屠夫正要发起攻击 扶紧见此连忙扣动了扳机 当几人正想上前控制屠夫 突然 屠夫开始抢夺唯一的猎枪 在绝对力量的拧压之下 扶紧直接被甩到了一旁 吓得惊慌的小情侣一见情况不对 果断选择卖队友急速逃离 任凭扶紧被屠夫折磨致死 随后屠夫继续追杀两人 就在这时海老突然出现 却被屠夫反驳伸给劈开脑袋 直接被斧头砸成血肉魔术 西施见此一幕心头一震 只见他慢慢放下手中的汽油筒 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挂在汽油筒上转身快速逃离 经过了三天四夜的狂奔 终于走出森林来到一条马路上 并遇到一名路过的亮子 西施才因此逃过了一起